欢迎大家回来,咱们开始商业插画第二三讲 这张画继续上一节课,咱们未完成的作业继续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刚才就是我又进行了一些绘制 包括这个手的指甲盖,然后还有一些肌肉的地方 包括一些骨节的地方,然后又进行了一些修整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去调整光线 包括骨壳结构这样的一个关系 能让它显得更加完整 那咱们接下来就是画咱们应该想的这种风格 或者是接下来要进一步去描绘的东西 我在刚才已经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洞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手上也要绘制一个 那这个小洞大概也要给它做一些简单的效果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洞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深浅变化 包括它透视它这个边缘的地方一定会比较 比较淡一些 然后靠近里面的地方会黑一些 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画的过程中也是咱们对造型里面的一些视线进行要比较好的观察 然后才能够知道这些这些效果该如何去处理 或者是让它显得更真实一些 包括它的边缘 大概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感觉 咱们可以对它进行上下涂层的合并 就是说对它的位置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咱们对它进行一些还有一些小鱼的画法 一定要新建一个涂层 比如说这小鱼从这露出一个小头 然后这也好 然后有条小鱼 它的尾巴 然后这小鱼从这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 画过这个地方可以画一个它已经跳进去的尾巴 在这里可以画一个从一只手心跳到另一只手心 然后从它的胳膊再跳出来 这样一个图案 这个过程都在不停的去更改 所以说也不用一下子想把它画好 然后我可以用橡皮工具选一个笔刷 用它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我可以用橡皮工具选一个笔刷 包括尾巴可以再精致的画一下 包括这个鱼头也可以再比较细致的去画一下 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可以修右边 这也可以画画尾巴 包括鱼身子它有没有这么的长 是吧 可以给它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咱们可以大概这样画成以后 咱们就可以画这个鱼的眼睛 你要想这张画你想表达什么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在这个轻重上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控 比如说这两个鱼的眼睛 对吧 那鱼的塞 现在有小鱼鳞 包括周围这个鱼可能会淡一些 因为它不是主角 简单有一个鱼的样子 这个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咱们这张画其实也画的差不多了 然后给这个画可以给它加一个头影 这个立的稍微远一点 不能让它太悬浮在空中了 所以说加一个头影 它会显得稍微立体一点 真实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 好 大家再把控它影子的深浅跟力度 然后可以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然后可以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然后让它感觉 让它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影子的存在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再调一下这张画面 眼睛跟它一种关系 包括它这种视觉上的话 对它这个角度有什么样的一种要求 或者可以把角度再放得更视觉上平衡一些 但这个阴影可能需要再震过来一些 再适度的去调一下影子它所在的位置 这样的话咱们就差不多可以完成了 然后可以把之前隐藏的部分给它画出来 包括自己的签名加上来 对吧 然后可以写上日期跟你画画的这样的签名 然后对画面的大小进行一个调整 用裁写工具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基本的完成这张插画 它大概的一个构思 就是咱们之前讲的 这个人他亏是吗 这种感觉 所以说其中运用了一个失措觉 就是鱼它跳跃到另一只手心的过程中 然后这个鱼眼睛可以看 它其实是背后这样一个虚拟的人 他眼睛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作用 就是咱们这个插画最早讲的这种失措觉 你感觉它是一只鱼 其实它是替代了另外一个人的眼睛 这样的一种关系 来表达咱们自己在插画上面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说在这张画里面要说的就是 过度的渲染使我们渐渐的失去同情 在媒体上或者咱们个人上面 一定要注意对这种 比较弱的一些群体的一些关注 而不应该经常看到媒体或者一些宣传 对这样的大肆的渲染 这样的会对咱们自己的成长跟心灵都会有损害 这样的一个绘画 几条小鱼其实它代表的比较纯洁 从另一只手跳到另一只手 其实表达了这个鱼 小鱼他自己对于自由 或者是他自己心中所想 所以说咱们这个插画实例大概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刚才咱们这一节课的重点 就是通过一个比较实实在的这样一张照片 对吧把它如何转换成一个比较好玩的插画 或者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一个是这个素材的寻找 另外是如果对它进行再创作 首先你想创作什么 这个这个就要在头脑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印象 或者是首先的一个构想 你想表达什么 然后大概有这样一个思路了 然后根据这样的一个思路进行寻找素材 才能把自己的插画画的比较准确 或者是比较符合自己想要画的这样的程度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多 conjun张的明白